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 但基本民生投入 确保只增不减 支持社会力量 增加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 抓紧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权子女教育 发展互联网加教育 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 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 只要符合安全标准 收费合理 家长放心 政府都要支持 推进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 办好民族教育 特殊教育 继续教育 持续抓好医务教育 教师工资待遇落实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今年财力虽然很紧张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继续保持4%以上 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安排超过1万亿元 我们要确实把宝贵的资金 用好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托起明天的希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